小S帶著自己的超仙二女兒 一起出來上班啦 第一次公開亮相的Lily 雖然超級緊張 但完全影響不了她的美度 媽媽甚至還有點小吃醋 就是明明已經臉小成這樣了 然後我在化妝的時候 還聽到她一直說 我覺得我這邊已經發塞了 發塞 我說妳瘦著妳這樣 妳還不講妳發塞 然後我就默默跟我的化妝說 我怕很黑 我也太擔心 因為她實在是太漂亮了 這個風浪會被蓋過 我欸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啊 如果是其他女明星 妳講這種話 我真的就是會想說 可是因為她畢竟是我女兒 所以被妳這樣講 其實我內心是很開心的 很多人都說她比較像大女兒 對 這件事我也蠻不開心的 就是只要什麼好的基因啊 或者是什麼大女兒 什麼個性學族 都是像大女兒 就是好像沒什麼東西像我 只有說徐老三 因為徐老三個性就是古靈精怪 她們都說她像小S 那妳自己覺得呢 在有些角度像媽媽 有些角度像大S 妳明明那天就很驕傲 拿一張照片說 媽媽妳看她們都說 我張照片很像姨媽耶 我還也問她說什麼 那妳的時尚偶像是什麼 她說姨媽 然後我說妳一定要講她嗎 她喜歡的都是比較那種 小奶狗的類型 原子少年地層的全景 還有水星的虛弘道 我知道原子少年的製作人 是佔人酒 我之前非常喜歡那個 孫喜酒 我老大跟老三都說 好醜 我老頭 像是徐老三還會攻擊我老公 他說我到時間想問妳 為什麼要嫁給爸爸 我說爸爸很好 又帥 對我又好 他說妳有沒有覺得她鼻筒很大嗎 而且她的毛孔我看得見 我說OK 停止 果然小S碰到徐老三就是沒轍 而說到她的超人氣姐夫 在台灣的生活如何 大家也是很好奇 姐夫是以定居台灣為主 然後有工作才去別的地方 那大家聚會起來就更方便 對 我到我姐家看到她的時候 有時候我姐不會在客廳 只剩下我跟姐夫兩個人 我就說妳在幹嘛 她就說她在那個 準備要Play的那個DJ秀 然後我就說 那妳可以放一段國廳嗎 然後就是那種很酷的電子樂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 就是想要跳舞給她看 然後後來她就說 OK 妳可以跳舞 然後我就這樣 就跳國標 然後她就大笑說 她說 我愛它 就是我們兩個 就相處得還滿融洽的 有江的姐夫 已經太讓人羨慕了 對她說 我愛她 所以我愛她 你不愛她